你干嘛呀 你有病啊 你才有病呢 你大早上的好好的打我干嘛呀 起来了 起来干嘛呀 现在直点了 6点钟啊 你有病啊 这么早起来 别睡别睡了 干嘛还烂不烂得睡了 你不是说亲戚这几天就来了吗 什么亲戚 还什么亲戚 亲戚都不认识了 那你去把他请来吧 我请来 你说的好些了 你给我请来 我怎么请啊 我又不认识 我就认识了 你给我请来 必须地去 啊 哎呀 嗯 春春只开了啊 一个礼拜了 那一个礼拜又是正常的 又大惊小怪 嗯 一个礼拜多了 还正常正常 再开始就不正常了 怎么不正常了啊 是不是就合你意了是吧 什么合我意了 你这么开心 我看你开心了 现在笑了 哎呀 你有没有吃呀 满这这段时间 没有啊 没有啊 什么药也没吃 不说药也没吃 真不行去检查一下呗 那你带我去啊 自治去啊 还要带我去 不行 我都睡不着 叫你还睡得着 不许睡 那有什么睡不着的 那我不要担心的 你去检查呀 你干嘛 什么事都让我一个人承担 自治的生理问题 谁来给你承担 你当妈妈说没有你一般的责任了 我用什么责任了 你就有责任 不要睡 快点给我起来 哎呀 你先去买这四只吧 看看 不要 要不然你去买 那为什么我买 你都起来了 那我都睡以外不行啊 才指点啊 我不要 就你买 你要对我负责我跟你说 凭什么让我一个人承担 我不是一直对你负责啊 都负责你七八年了 你去买啊 你去买啊 去买啊 我不要 我要睡觉 不行 我不让你睡 你给我起来起来起来 好好好好 我们马上去 等一会儿 快点啊 嗯 好好 我老婆啊 大早上的叫我去买 还好开门了 东西买好了 我一个男人大早上的去买这个东西 都感觉很不好意思 老婆买来了 买来了 拿去 你买到了 对啊 还好不开门了 我都不好意思呢 有这么不好意思的 再说你是一婚男士 下次还要帮我买你卫生金什么的 想的没 还给你买 还想的没 这就是你一定买的 自制的事情自制做啊 老婆 撤出来了没有啊 看好了啊 有没有啊 你猜啊 有没有吗 有不告诉你 有不告诉你 去 哈哈哈哈哈哈